所以我們平常的時候一定要選舒適 而且就是懶惰的人可以穿的 而且不論你今天就是要去幾個場合都可以搭配的 對啊 你看其實就很舒服 它也其實有點像修鞋風 也可以配洋裝或裙裝 對啊 你看就很可愛啊 超搭的 你不覺得這樣子只要配T恤 牛仔褲 然後就整個就很可愛了 對啊 或者是你就算配個小裙子 小膨裙 也是OK的啊 對啊 然後它還有這種亮皮的帆布鞋 通常帆布鞋都是布的嘛 對 帆布 但它也有亮皮的 然後旁邊有加水鑽 對啊 這又是我喜歡的 對 很龐克風 對 一定要走over路線 對啊 可是你知道亮皮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知道現在夏天啊 梅雨季節 嗯 然後有的布的鞋子它容易會進水對不對 被雨淋到就濕了嘛 可是亮皮的防水 哦 就直接把它當雨鞋穿 也是有這個好處 對啊 也不怕髒 好的 那接下來大家看到他們家 其實也還有出了很多走這種胖胖的鞋鞋 嗯 你看喔 這個是布 完全是布 布做的 不是說那種什麼 有點塑膠材 它完全布 你看 超軟 超級舒服 舒服指數是100分 如果你就是很講求舒服跟透氣度的話 其實選布是非常OK的 嗯 那如果你是希望它就是好處理 然後可以就是防雨啊 防髒什麼的 亮面也是很好的選擇 尤其現在亮面其實很好配 對啊 而且粉紅色的好亮 因為他們家這種胖胖的鞋鞋實在有太多的圖案 再給大家看一個有這種格紋的 嗯 實在太多了 然後沒辦法一一帶來 然後這個也是冬天很適合配 夏天的話 只要你穿對服裝配起來也是非常的好看 欸 後面還有一個毛茸茸的 胖胖的鞋鞋 對啊 這個材質鞋好特別 一開就會覺得 哇 好可愛喔 因為這個鞋子其實摸起來 鏡頭上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可是它是立體的毛茸茸的感覺 你看 我 可以看我這個 對 毛茸的 融褲的感覺 融褲毛茸的 這冬天穿超適合的啊 對啊 整個超可愛的有沒有 很可愛 就是整個硬要走錯怪和over路線就對了 對啊 而且它也是屬於寬寬的 就是即使你是寬板腳的人也適合穿 對 跳舞或者是就是玩滑板 其實都還滿適合的 其實台灣就是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復古 那所以其實它把所有台灣不同年代的復古系列 全部都列出來 你可以選擇 我喜歡70年代的 我喜歡50年代的 我喜歡60年代的 你可以自己來做選擇 對啊 好復古的感覺喔 就是不同的style 或是不同的年代 你可以自己每天做搭配 嗯 還滿奇特的 好的 給大家看到 欸 那這個年代是什麼年代 是未來 未來 對 未來感的是 對 未來感 好 所以為什麼會說它未來感 其實是因為它就是 我亂講了啦 因為它是金色銀色 對 它是金色銀色 沒有 我覺得它應該是80年代 喔 Disco 對 就80年代Disco Disco的感覺有沒有 對耶 銀色金色 可是你不覺得其實現在那種龐克風也都會穿這種 嗯 其實它這邊可以穿鞋帶 只是我們兩個沒有把它穿上去而已 而且它有 你看 很懷念的聲音 有沒有 你要放在麥克風這邊 黏扣式的 對啊 超方便的 其實你鞋帶就可以綁鬆鬆 然後就直接用黏扣式的 一穿就進去了 嗯 然後其實它算是運動鞋對不對 又是個不會髒 而且是百搭的 晶瑩色系 所以是必備的 好的 然後 後面這也是晶瑩色系 為什麼要拿那麼多晶瑩色系來勒 其實它算是有點像靴子 所以它是比較瘦版的 就是如果你是穿裙子的話 或是冬天的話 你就可以穿有點高筒的 像是靴子的這種型 嗯 不過這個要請大家注意 因為女生如果腿不夠長的話 你穿高筒的 可能會讓你有腿更短的前移 對 所以請就是搭配褲 長褲 或者是真的要比較短的裙子或短褲 對 要不然你就偷偷在裡面墊個鞋墊吧 對啊 這樣看起來身高會高一點 好的 那你剛剛有說到 就是這些台灣自創品牌啊 其實像小羊皮 它本來就是單價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如果像這個 你說它甚至在夜市可以看得到 對 它也是在可以看得到 都大概 我是之前就逛中壢夜市有看到 中壢夜市看到的大概 我記得那時候我的價錢大概是五六百左右 但是我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直接跟他們買的話好像是更便宜 兩百塊 沒有啦 我真的好像有看到啊 真的嗎 有 有兩三百有一些特價的 所以 我也嚇到一隻腳一百塊 好 我們在這節目還是不要講太多價錢 不要講太多價錢 只是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很驚人 對 所以是變態下 我沒有真的講什麼 沒有多少錢多少錢 對 是要跟大家說 這些東西在網路上很好是有原因的 因為要自創品牌我想應該要有一些特色 比如說特別可愛 兩隻腳不一樣 而且特別好穿特別舒服 要不然就要像這樣台灣本土味的感覺 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什麼都復古 復古吧 欸這個 就是 台語叫什麼我忘了 這 搞不懂 卡吉亞 卡吉亞 搞不說卡吉亞 這個很像是就是譬如說在漁貨市場 或者是港口會看到的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賣魚的或是買菜的人在背的 對 去買菜的時候用的超複古的 這個很復古耶 你知道王菲有一次也背類似這種的包款 然後就因此大紅特紅 蛤 真的喔 對 就像你這種 條文式的 超復古的啊 我覺得背這個去學校一定超複古的 這跟我們的鞋子有什麼關係呢 但是因為又是他們那個復古的 就是復古系列的他們鞋子 他們家 如果買復古系列的話就會得到一個這個 哈哈 會不會有人為了這個去買鞋啊 我覺得也還還OK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也是一個就是自創品牌 他們要走出自己特色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家的 我那時候去他們網站上面看到好多媒體都有報導 因為其實你知道在網路上我們一再強調就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就是像店家一樣親自去試穿對不對 所以他的有一些 譬如說售後服務啊 或者是他一些 就會有一些小特點會去吸引你 對啊 希望今天啊 就是依依佩佩介紹給大家的這些可愛的鞋鞋 或者是有特色的鞋鞋 能夠讓大家就是走路的時候 能夠不會有負擔 而且可以走出自己的特色走出潮流哦 好的 推薦給大家 然後在這邊最後跟大家說一下配連愛配票時間 有在那個網路就配連愛配票的官網上面 玩有獎爭達的活動 然後前一波前幾天已經剛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還會有另外一波的有獎問答 會再送更多不一樣好玩的東西給大家 請大家可以多上配連愛配票的官方網站 上面你可以直接在搜尋引擎上面打 配連愛票票票就會出現了 嗯嗯 好的推薦給大家哦 謝謝大家下次見拜拜